大清灭亡时,太监都抢着要出宫,为何有的宫女却致死也不愿出宫? 我们总能在古装剧中看到这样的情节,某个小宫女想方设法偷偷跑出宫,事情败露被抓之后,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痛打一顿,要么就是使出浑身解数,想要得到皇帝的宠幸。 因此,在大众的印象中,宫女们的愿望应该是这样的,离开皇宫,找一个好人家,从此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,或者被皇帝看中,成为嘉丽三千宗的一员,从此享受崇华富贵。 可在清朝灭亡的时候,宫女们不但不愿意逃出去,而且至此都不愿意离开皇宫。 这是为什么呢?末代皇帝复役,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无法生育,而且人尽皆知,宫女们想要通过被皇帝创新,来享受荣华富贵的这条路,铁定是行不通的。 但是,宫女们仍然不愿意离开皇宫,而恰巧就是因为皇帝无法生育,宫女们也不必担心皇帝的骚扰,生活过得平淡而且滋润。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被骚扰,而喜欢留在宫里,这样的理由听起来有点太过勉强,宫女们不愿出宫的原因是多方面。 清朝末期,国家内外忧患,皇帝仅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,没有任何实权,民国政府比溥仪退位时,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,保证溥仪可以在紫禁城里逍遥舒适的生活,并承诺每年给皇室拨四百多万两白银,以供紫禁城上上下下的开销。 但当时民国政府自己都忙不过来,整天忙着内战,军饷紧缺,更别说拨这么一大笔巨款给普及了。 按道理来说,没钱发给这些宫女,宫女更应该往外跑了,但是,不发钱不代表没有水可捞,皇宫里那么多古董宝贝,随便一个就可以卖不少钱,普依靠着卖自家的古董发薪水。 晚清贵族们也拿宫里的古董卖钱,宫女们更是经常偷几个古董卖钱。 这样算下来,宫女们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,宫女们贪服皇宫的安逸,但国家内忧外患,皇宫的平静只是暂时的,滞留在紫禁城的宫女们最终还是要被遣散。 虽然每个宫女都有十两银子的遣散费,但她们大多数除了伺候人,什么都不会干,遣散费不能供她们持续的生活。 很多宫女出宫后,又被卖到一些大户人家当丫头,有一些还被卖去八大胡同的青楼,甚至有一些宫女直接被卖去了东北,成为了日本人的未安妇。 最终下场十分更多历史故事,请关注吴峰奇念微信号,wfqn...